瑞金公布了去年的业绩表现非常好的多战呢 四倍有多 不过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公布了这个未来派系的一个这个经济潮 还有就是在这个业绩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时候 都没有派发这个股市呢 对于股价来讲呢 也有一些回吐的压力 对于他们的股价方面呢 相信短期之内有一个活力回吐的空间 不过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来分析 我相信就是这个黄金的价格在今年度呢 有机会保持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还有最重点就是这个瑞金呢 从事一些是最上有的业务 就是对于黄金价格的敏感到呢 是比较高的 从这个他们的毛利率有43%呢 在去年呢也可以可以的尖打就是这个黄金价格呢 对于他们的业绩的影响呢 对影响呢比较大 就是从事这个亨摊呢跟开采呢的业务来讲 受惠于黄金价格上进的的因素呢是比较好的 我相信就是从业绩的角度呢 在今年也有机会保持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不过就是因为没有派发这个股市呢 对于个别的投资者来讲呢 有一些失望 与其这是这个股价今天的上行 已经能反映了业绩良好的因素 谢谢大家